大家好 pogu.com 将为大家介绍英文文法主词动词一致性 我们在英文文法的实态里面一直提到主词动词一致性 那在这个章节呢 我们将为大家整理基本的七个要点 告诉你何谓主词动词的一致性 首先第一个基本的要点呢 为单数动词和复数动词 我们该如何去做区别 在我们看到这个例句里面 my friend 它是主词 这也是单数 但是我呢 因为我是使用lips 这个是动词 我使用了现在简单式 所以当我的主词为单数的时候 我的动词就要加s或者是es 它就等于现在简单式第三人称的单数动词 另外呢 如果是复数动词的话 那我在使用现在简单式的时候 我的my friends 这个是主词 我如果为复数型 我加了s或者es的时候 我的动词就要保持为圆形的动词 那所以当名词加了s或es的时候 就等于复数的名词 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分清楚说 到底我这个加s或者es 到底为动词还是名词 再来第二个基本要点呢 请看一下例句 当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my sister and brother live in Taipei 当我在使用and的时候 无论是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 当主词的时候 我的后面的动词呢 我就要用复数的动词 也就是我们要使用圆形动词的状态 所以当我看到第一个例句 这里my sister一个人 brother也是一个人 那我用使用and 那表示我的主词加起来为两个人 这就是为复数的名词 那我就要使用复数的动词 或者呢my sister brother and parents live in Taipei 在这里我的主词my sister一个人 brother一个人两个人了 and the parents or parents有两个人 所以加起来四个人当作主词的时候 也是为复数的名词 这时候我就要用复数的动词 再来第三个基本要点呢 这边呢如果你使用了every或者each当主词 我后面需要接单数的名词 举例来讲every boy, girl and a child 这边我都是接单数的名词 那因为我又接了and的状态之下 连接了两个甚至更多的名词的时候 但是呢其实我的名词后面 我还是要接一个单数的动词 因为我要讲每一个男生女生和小孩 但重点强调的是什么每一个 所以这里呢我就要使用动词 我还是要使用单数的动词 那我使用单数的动词的时候 我动词就要加s 这是现在简单式的状态 我就要加s了 那同样的道理 each也是每一个 每一个pen and a book 这边each 我也是要用单数的名词 pen and a book 那这里相对性的 我each我要使用的动词 我也是要接单数的动词 所以我要接is 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强调都是 每一个every或者是each 并不是强调boy,girl and a child 这个当作主词 并不是 而是every and a each 都代表每一个 所以我需要接的为单数的动词 再来第四个要点呢 为当我在单数动词和复数动词的时候 有时候主词和动词会因为片语或者是指句而被拆开 这种插入性的结构呢 其实它不会影响基本的一致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这边呢 that book unsocial parties is interesting 这边的主词到底是谁呢 这边主词 当我们在看句子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严谨的去判断哪一个是主词 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填入动词 所以这主词只有that book 那unsocial parties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个片语 在我们片语里面 其实你可以视而不见 因为呢 那片语其实并非被纳入在主词里面 它只是有点类似像是做补充说明的东西 那that book呢 是主词 所以它是单数 那相对性的我在使用动词的时候 我就要使用单数的 那复数的动词呢 一样 你看一下这句子 这句子的主词是谁 the ideas 那ideas我加了s 所以我是为复数的主词 那所以呢 我就要使用复数的动词 那in that book呢 也是一样它是为片语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一样我们可以 这个是不被纳入在主词里面的 所以真正主词是the ideas 动词为复数的动词are 那下一个例句呢 这边呢 the book that I got from my friends was very interesting 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主词是谁 主词是the book 这个that到friends这边呢 其实是子句 所以子句呢 也是很像是补充说明一样 所以子句呢 它不是为主词 真正主词只有the book 那the book呢 是单数 所以我的动词呢 也是要填入为单数 was 所以这里的主词为单数 动词也为单数型 那相对性呢 the book 对不起 这边是the books the books 这边呢 I bought at the bookstore 这边呢 也是为子句 它省略掉什么 省略掉that 所以这里呢 我可以清楚判断说the books为主词 那我的动词呢 为复数型 因为我的books加了s 所以呢 我的复数型 我使用的过去是 一样我要填入word 那I bought it at a bookstore 为子句 做补充说明使用 所以呢 当我看到主词或动词呢 被形容词子句 或者是任何子句拆开的时候 记住 你要一定要非常仔细地判断 到底哪个是为主词 哪个是为动词 再来呢 第五个基本的要点呢 为 当我们看到动名词当主词的时候 后面记得一定要接 单数的动词 区域来讲 何谓动名词 也就是我们动词呢 去加ing 但是呢 为什么叫动名词 那就是它是个名词喔 所以呢 watching watch是动词 我加ng 变成动名词 我当主词 去做使用 那vimis呢 它不是主词喔 真正主词是看这个动作 所以呢 这为主词 动名词 所以我的动词 我要接单数的动词 那vimis呢 它不是主词 请记住 当我看到动名词的时候 记得 后面的一定要接单数的动词 再来第六个基本要点呢 当我们看到sum of的时候 就一些的 但是呢 这边我要后面 我要接单数的名词 所以这边呢 你看到你单数的名词 基本上你的主词会是谁 基本上强调的是这个单数的名词 所以你就要接什么 单数的动词 所以sum of the book 这book是单数的名词 相对性的 我后面我这要接单数的动词 所以sum of the book is good 那相对性的 这里呢 当我sum of加负数的名词的时候 我就要使用负数的动词 所以请不要看到sum of的时候 一些 你就以为它都是要用负数的动词 不是 真正强调的主词是在后面 所以sum of the books 我加了s 变了负数型的时候 我就要接负数的动词 我就要用r了 再来呢 最后一个基本的要点 第七点 你看到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 is 10 这个the number是主词 当我使用the number的时候 我后面接了负数的名词 但是强调点是哪里? 强调点是the number 所以呢 我在这里我就要使用的是 单数的动词 所以呢 这边记住the number 无论你后面接的是单数还是负数型 记得都是要使用单数的动词 那a number of又不一样咯 a number of我强调的点呢 是students 这里呢 我的主词是students 所以我的主词 我后面是接的是负数的名词 我就要使用的负数的动词 所以这个讲说a number of 是数量的用语 所以他后面要接负数的名词 跟负数的动词 所以这两个呢 在主词里面所强调的地方是不一样 一个是强调的number 一个是强调它后面接的负数的名词 去当作主词使用的 所以呢 在我们讲解这七个要点之后呢 你就可以判断说 到底这单数负数名词动词 我再看一个句子的时候 我要去判断 这个句子就像举例来讲 第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呢 我到底是单数还是负数 所以呢 当你看到呢 这个红色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在句子里面看到 有加s或es 到底 这个是 表示单数的负数 事实上呢 这个呢 你在这句子里面主词是谁 a car cost 其实它是 单数的动词 所以呢 这边我是 其实 cost 是单数 那我是名词来动词 是动词 好 第二个例子呢 new cars cost a lot of money 这里的主词是谁 new cars 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 负数型的 那它到底是名词来动词 这里当主词 所以一定是名词 第三个例子 frank drinks tea for dinner 主词是谁 frank 动词是drinks this 这里的s是谁 是动词 但是呢 因为我frank 单数的主词 我要接单数的动词 所以呢 这里是单数的动词 第四个呢 cold drinks taste good 这里的cold 是主词 drinks 是动词吗 不是 cold drinks 它是一个能的饮品嘛 所以这里cold drinks 它是负数型 动词是谁 品尝 taste 所以这里加s 是谁 其实它是负数型的名词 因为它是主词 动词是test 接下来呢 实战题 第一题呢 orange is good or are good for you 请问一下orange是 主词来动词 主词 那在这边呢 你的orange 既然是主词的话 那你就要使用的是 的是单数的动词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呢 为 is orange is good for you orange 是单数 所以我使用 is 第二题呢 the topics you study in this course listed in your book 这里的主词到底是谁 那你看到这句子的时候好像很复杂 事实上它做了省略的动作 它省略 the topic that you study in this course 所以这边的是子句 当我使用子句的时候呢 这里呢 是做类似 有点像是我们讲的补充说明 那所以真正的主词是谁 the topics 我叫s 那表示我主题是 复述的 所以我要使用的是 复述的动词 are listed in your book 第三题呢 oranges, tomatoes, apples and cabbage 这里有那么多的主词 所以我要使用的就是 使用are 复述型的 第四个呢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 这里的主词是谁 the teacher 跟student 虽然我的teacher是单数 我的student是复述 但是我使用的and 所以我连接两个主词 所以这边呢 我现在简单是 我就要选择使用圆形的动词agree 第五个呢 each girl and boy in the class 这里的主词是谁 each girl and a boy 但刚刚我们有提到 如果你使用every或 each的时候 代表的是每一个 那使用的就是我们使用 要使用单数型 所以呢 单数型的动词 我就要使用has 再来第六个 growing oranges 什么 easy in cold climate 这里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动名词 growing growing動词再加ing 变成动名词 这里呢 我就要使用的是单数的动词 所以我要使用的是is 第七个呢 why was or were emmy and danny that for the meeting 这里的主词是谁 主词是emmy and danny 所以这里是复数型的 那我要使用的 当然就是选择复数型的动词了 所以我要使用were 以上呢 是我们简单介绍主词动词一致性的部分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其他的文法实态 请看我们其他提供的文法实态的影片 谢谢大家